几天之后 苏紫月回来了 萧义早从丽环安的口中 得知了苏紫月的伤 她守了苏紫月几天 忙前忙后的 连擦衫的活她都包揽了 你不用每天都帮我擦 我又不是瘫痪了 能自己来的 你来什么呀你来 也不看看你现在这出席样 我几分钟就能做完的事 估计你得几个小时 萧小义 最近胆子见长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揍你了 我呢 早上给你擦一次 等晚上我回来再帮你擦 要是我回来晚了 就让女佣帮你擦 要出去 拍信 不是的哦 我要去萧家 你是不是大脑受刺激了 我拜过生日 萧芷晴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回去喝瘦 你小心点 别受厌眉之城 吃了一堆苍蝇回来 他们倒是想塞我苍蝇吃 有那个本事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心性见长了 就你 能逗得过那些老狐狸 那你等着呗 萧义搭理一会儿便走了 一风开车 将她送到了萧家 夫人 要我陪您进去吗 不用 你就在车里等我 我很快出来 对了 你让官城城调一架飞机 等我电话 夫人 有什么事 您吩咐我去办就好 程程她 我就要她 就这么定了 批一架飞机给她用 武器库对她开放 就今天 谁也不去拦着 萧明留五十大寿 可萧家可谓是萧条 她拿出手机 给萧燕灵打了一通电话 喂 大哥 我现在在萧家 他们叫你去的 嗯 爸的生日 让我过来 在那等着 我马上过来 大哥 爷爷对爸做了什么 爸贪污 数次出卖公司的核心机密 并且和银行总裁 有不可告人的死角 多次靠贷款 弥补公司亏空 可钱款又还不上 成了黑胡老赖 你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或者要求你做什么 都不许答应 嗯 我知道 他们没那个本事 我就只是来喝寿的 当个客人就行了 我现在过去 等着我 五十大寿 往日里来往的亲朋 一个都没有来 都是用流金相欠的餐厅里 摆放了三个桌子 桌上既是真羞美味 可桌上只做了萧明留 还有许清云母女三人 爸爸 五十大寿 祝您愉快 你来了呀 对 我来了 来给您喝寿 就你一个人来的 立四爷呢 我没告诉他呀 你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你现在和他说 让他来 你快让四爷来吃晚饭 我有事和他说